这两天江西南昌近贤县的君山湖迎来了开湖捕捞季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一起跟随镜头去现场感受一下 在君山湖上捕捞队员们喊着嘹亮的捕鱼耗子 聚网越收越紧 一条条鲜活肥瘦的花莲 白莲和青鱼 草鱼不停跃出水面 是花四件 叫花莲鱼 体重有三十来斤 我们这个君山湖的鱼是人放天养的 我们每天都要发往全国各地三十多万公斤 整个君山湖产大概四百万左右吧 开心开心 特别开心 君山湖东部自开湖后将一直持续到春节前后 近咸县君山湖总面积三十二万亩 有鱼类五十三种 近年来当地通过大力发展水产养殖 共带动农户三千二百八十二户 户均增加收入近五千元 下一步我们还将把这个衣产农业的养殖 跟这个休闲旅游结合起来 特别是在餐饮 旅游 购物 休闲这块我们还将加大力度 谢谢观看